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每天坚持喝点肉桂好处多 气壳稳定三高,还能预防肝病 真相来了 肉桂是百药之王,可以活化微血管 让微血管保持年轻 肉桂还可以改善脸部细纹,百发生长 帮助我们抗衰老 肉桂好处多多 最为常见的作用便是可以稳定高血压 高血糖,高血脂 肉桂不仅是一种流行且广泛食用的调味料 而且还作为中药材 在传统医学中使用了几个世纪 每天喝点肉桂茶确实可以令人愉悦 但是在此之余,肉桂真的会给身体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吗? 我们一起详细看一看 1.肉桂能活化微血管 肉桂能活化微血管来自一篇2012年的日本研究 且为该研究的结论 但该研究是体外实验,以皮肤组织做测试 因此无法武断说研究结果适用于人体 此外,如果要推论至人体,必须知道剂量 但这篇研究并没有说明使用了多少肉桂 与此同时,这篇研究并不是发表在国际前50名的期刊 而是日本国内期刊 且研究团队成员除了大阪大学 也有商业公司的人员 在不确定商业利益的情况下 需带更多资讯才能确定该研究的可信度 其实,肉桂可活化微血管 可能是指肉桂所含的香豆素具有抗凝穴效果 但抗凝穴与活化微血管无关 也没有科学证据支持肉桂能活化微血管 肉桂是中药材的一种 若以食品定位来看 则不能宣称肉桂能活化微血管 还可巩固血管组织等疗效性字眼 若以食品来看 在食品药品监督局的可供食品使用原料汇整一览表中 肉桂不得单一原料使用 标示由每日建议食用量之茶包 片状、胶囊、粉末状、液状等产品贩售时 应加标、孕妇即时字样之警语 且不得宣称疗效 因此 传言提及肉桂诸多的疗效 比如活化微血管都属夸大的宣称 二、每天使用肉桂可以帮助我们抗衰老 经查找文献后 并没有在国际期刊资料库中看到传言那样 每天使用肉桂好处多多 比如能改善脸部细纹、脱头发或白发生长 及手脚冰冷的相关研究 至于传言指称的肉桂能够让微血管维持年轻 在2020年有一项体外研究 分别对老鼠及人体奇静脉内皮细胞做实验 发现肉桂可以抗氧化、抗发炎 可以让血管维持得较为健康 但同样需注意此为体外实验 尚不知在人体是否有同样功效 此外,传言的叙述因果关系不明 没有证据显示 每天使用肉桂能够让微血管维持年轻 而微血管维持年轻与改善脸部细纹 改善脱头发或白发生长 改善手脚冰冷的症状的因果关系也不明 以营养师的角度来看 当病患有脸部出现细纹的困扰 会优先观察他平时的饮水量是否足够 如果病患出现掉发、手脚冰冷 则注意是否有节食或营养不良的状况 若是白发 则会观察他平时生活是否压力太大 或营养素摄取不均 根据中药点记载 肉桂属于温理药 性胃腥、肝、大热 归于肾、皮、腥、肝、肝、筋 根据过去中医师临床使用经验 肉桂常用于虚寒体质者 若加少药则可以调和饮味 但药品要达到疗效 就要达到一定的剂量 以肉桂来说 每日剂量要达到一到五克 若当成食品添加就会稀释 而稀释过后就可能仅有风味 而没有效果 仅是好喝的安慰剂 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体质虚寒者 冬天容易手脚冰冷者 喝咖啡加肉桂是不错的保健方法 如西方人常喝的卡布奇诺加肉桂粉 但此传言宣称的效果都太过夸大 并不足彩性 综合以上 传言的宣称过于夸大 且缺乏科学证据 不足彩性 三 每天喝点肉桂可以稳定血糖 血压及血脂 经查找文献后 并没有在国际期刊资料库中找到 肉桂能稳定血糖 血压及血脂的相关研究 相反的 一篇2016年的细胞研究显示 在脂肪组织生成的初期 给予肉桂萃取物 可增加脂肪内存放脂肪的量 与传言生成的效果相反 传言提到的血糖 血压与血脂 在血糖的部分 虽然有许多研究 探讨肉桂是否可增加 胰岛素敏感度或稳定血糖 但目前正反双方都有 目前科学界对此尚没有定论 值得一提的是 近期新发表的两篇系统性 回顾的综合性分析研究 一篇认为 肉桂没有明显改善 糖化血色素 饭后血糖 胰岛素的量的效果 而对于空腹血糖 及胰岛素敏感度 则无法下定论 另一篇研究则认为 肉桂改善空腹血糖 及糖化血色素的效果不显著 对于肉桂可以稳定血压的说法 目前国际期刊中少有相关研究 无法定论 而肉桂可稳定血脂这点 虽然研究也不多 但在2020年有一篇动物实验的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 对血脂有正面影响 老鼠的三酸甘油脂下降 胆固醇下降 低密度脂蛋白下降 高密度脂蛋白上升 不过 该实验是以每日每公斤 4公克肉桂粉的剂量 连续喂食老鼠30天 这个剂量要推论至人体 有相当难度 尽管有一些研究显示 肉桂萃取物对人体有好处 可降三酸甘油脂稳定血糖 但这些研究都认为 由于肉桂有抗凝确 或其他未知的风险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才能确定适用于人体的补充剂量 此外 目前的研究均认为 肉桂不是正式药物 不赞同以肉桂取代降血糖 与降血脂用药 服用前 仍需与医师讨论 需要提醒大家 以营养师的角度来说 要提醒大家摄取肉桂的管道 以无糖茶或黑咖啡为家 如果是含有肉桂的苹果派 肉桂卷 其成分有许多精致 淀粉或奶油 并不利于人体健康 也不适合糖尿病患者服用 更为主要的是 摄取肉桂有助产热 以此原理来说 或可抑制脂肪细胞 但肉桂并非人人能吃 如燥热提质者 孕妇就不宜吃肉桂 传言宣称肉桂的疗效 但食品添加 不会达到疗效的剂量 综合以上传言声称的好处 未有相关研究或不确定能推论治人体 肉桂无法取代正式药物 此外 肉桂也非适用于所有体质 且肉桂作为食品添加 不会达到可能产生疗效的剂量 四 肉桂粉能预防肝病 是否属实 根据文献库提供的资料显示 没有看到国际期刊中 有肉桂防治肝癌的相关研究 不过 在2010年的研究显示 肉桂有抑制肝臟形状细胞的效果 而肝臟形状细胞如果太活跃 会提高肝臟纤维化的风险 因此 肉桂可能会对减少肝纤维化 防止肝硬化有所帮助 不过 这个研究未经人体实验证实 尚无法推论说适用于人体 同一篇研究也以肉桂萃取物 为食急性肝臟损伤的老鼠 研究坚果显示 肉桂萃取物有保护肝臟的效果 但这篇研究是动物实验 并且是使用萃取物 尚无法推论至人体服用肉桂 能达到同样效果 以中医观点来看 肉桂有温补寒气 温筋通脉 散寒止痛的作用 适用于调理阳虚体质 例如怕冷的人 但如果是造着体质或是孕妇 就不适合用肉桂调理身体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糖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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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